指挥官陈时中也难得轻松一下 在记者会上面工商时间 帮中央托播新闻 提醒民众记得要报税 而其实阿中部长最近被网友戏称是叶佩王 因为他吃过的荷兰煎饼还有桂林糕 都被抢够一空了 而现在就带您回顾 4月以来阿中部长每次出场 真的都很有梗 要留一口 要把桂林糕出场 只要部长摸过的东西 从荷兰煎饼到桂林糕 真的都卖到桂林 也让阿中的工商时间天天上线 每一个人都有拿到花 收到台南花农送上的火荷花 不只分给记者还喊说要送给太太 果然是最强直播主 连政府也来拜托业配一下 今天被托播了一则新闻 就是那个 那也是非常重要 就明天开始要报税 自备小板板 帮忙宣传报税记 喊阿中部长耿王 真的不夸张 还记得吗 首创讲客家化宣导防疫 但身为全国最大咖的YouTuber 不只是政策宣传而已 阿中部长也很善于用温暖处理争议 像是1968APP直接点出饭店名字 被批评是具有针对性 冲击业绩 称时中一贯的沉稳回应 被选定的 以前如果没有人要去的 也就不会被选到了 那很多人想要去的那地点 就会被选到里面去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说 那些都是属于热门景点 好玩的地方 可能有好吃的 可能有好玩的 可能有好看的 没有花言巧语也能迷倒台湾人 大家就爱阿中部长扑克连底下的真性情 东森新闻在台北的采访报导